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地点是在一流地区的三流地段就可以了 虚拟厨房它没有内用空间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外场的服务人员 我们只需要厨师就可以了 那成本的下修包含租金还有人令 我们可以把这些预算拿来做我们自己品牌的建制 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就是平台让我们可以曝光 然后就是顾客借由平台 更了解我们的产品 那再来就是它会直接也愿意跟我们直接下单 虚拟厨房加上外送平台 让餐厅的营业额向上成长 根据经济部统计 2018年餐饮业的营业额就超过4700亿 其中5%是外送的金额 换算下来就是237亿元 透过外送也改变了餐厅的经营模式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况 不妙 只需付补与统签 最新的课程 有点击 竟数可能 没耻尽